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大概七年前 在文化巷的书店 看到一张碟子 想要昆明时间 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音乐 就是昆明时间 从小雨的上海 飞回我生活了26年 天色放晴的昆明 既然天冷气清 不如去西山吧 最佳的游览路线 是搭巴车 在康明市区乘坐地铁三号线 抵达终点站 就是西山森林公园站 顺着景区道路 步行或者乘坐所到 都能到山顶 我们所到真的需要些勇气 你看一看没有任何遮挡 没有玻璃 没有遮阳的 也没有遮雨的 就是整个人悬空 坐在一个椅子上面 特别酷 现在我是穿梭在树林中间 那滇池呢在我的左手边 待会儿我们去到山顶以后 就可以看到滇池的全貌 然后这个龙门所到呢 它一共有1100米 由这样子 看到吗 我身后这样子的是塔架 它有24个这样的塔架构成 最低的塔架是4.5米 最高的塔架呢 它有15米高 高低落差达到了135米 滇池那里 看西山的话 它就像一个妙龄女子 躺在地面上的一个嵌影 所以说它又称作顺美人山 西山风景区位于昆明滇池湖畔 由化亭寺 太华寺 三清阁 龙门等风景组成 以石旗 树绣 茶香 全干 著名 历史悠久 原是佛教圣地 现在仍然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佛教建筑 风鸾连绵40多公里 海拔1900米至2350米 过了窄云洞就是拍照的最佳位置 乘坐龙门所到的另一惊喜 也是打开滇池的正确方式 在空中俯瞰滇池全景 眺望昆明 领略风景这边独好 滇池位于昆明市区西南 又叫昆明湖或者昆明池 古称滇南泽 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 也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 湖光山色 十分壮丽 站在龙门之上 居高临下 滇池尽瘦眼底 有着高原明珠之声 刚才我们经过的是川云洞 龙门位于西山风景区中端 北起三清阁 南至达天阁 是云南最大最精美的道礁石窟 从龙门望去就是壮美的滇池风景 龙门圣景以奇 绝 显 忧为特色 雄居昆明西山众多的名胜之首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到昆明的游客都会去游览 所以会有不耍西山等于不到昆明 不到龙门只是白跑一趟西山之说 今天来得我晚了一些 我差不多四年钟的时候才到 其实如果伙伴们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早先来 早先来的话就可以选择自己爬上去 然后呢再选择坐所到 直接到海耿大坝 现在虽然说海耿大坝还没有海鸥 但是也格外漂亮 在景区里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服装 零南嘛是26个少数民族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租 那些少数民族的服装派照 一套是10块钱 如果时间充裕 用脚步占量这座山巒也是特别的体验 再过一段时间 当西伯利亚的精灵 红嘴翁来到滇池过冬 又会是不一样的美好 昆明呀 有着怎么都看不够的城市风景 本安 我的家乡 昆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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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